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来首先回顾一下 美联储是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但也暗示今年内仍然是有机会再加息一次的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 会保持利率具限制性 而经济软着陆是局内的首要目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详细的信息 虽然近期油价上升 令通胀反弹 但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5.25至5.5厘的22年新高 是局方今年第二次暂停加息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 在合适的情况下进一步加息 而且会将利率维持在限制性水平 点阵图显示 12名委员预计 年内还要再加息一次 7人倾向维持不变 明年和后年的利率预测中位数 分别增长5.1厘和3.9厘 相比上一次的点阵图 明年预期的减息幅度少了0.5厘 利率期货显示 市场预计明年中才会开始掉头减息 局内委员也大幅上调 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测 预计将会增长2.1% 物价方面 联储局2%的通胀目标 预计要到2026年才能实现 当局对失业率预测较之前乐观 预计今年会低于4% 明年和后年的预测 也调低了0.4个百分点 范威尔指出 经济软着陆是局方首要目标 但不能保证 警告有其他因素影响前景展望 那我们回顾到了详细的信息之后 还是想请教一下白老师 您觉得说这一次的加息之后 并且他提出来一点说 目前局内的首要目标 变成了经济软着陆 所以您觉得是不是当前 这个通胀的问题 就已经不再是市场关注的一个重点了 那么这一次您觉得 他维持加息不变以后 市场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对 我觉得首先 从传统的美国的美联储的决策 历史来看 他其实倒不是说 他关心经济的增长 是否很温和 什么软着陆 还是比较偏高 快速什么 其实这些他不太在乎的 他在乎什么呢 一个是通货膨胀 这个控制 其实美联储此次 其实他还是有提及这个问题 另一个也是传统上 美联储关注的就是就业 也就是失业率的情况 那么现在他如果说 鲍威尔此次的言论 说把这个焦点 放在经济增长的变化方面 其实可能有的人的分析 认为可能是找一个 所谓一个一种的类似下台阶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现在呢 你看这个美国基准利率 已经是超过20年的一个高位 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 而且据现在美联储的这个 刚刚FOMC开完会之后呢 似乎已经有一个共识 也就是说这种的高利率 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不是几个月 甚至是可能到明年下半年 诸如此类啊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呢 其实呢就意味着呢 就是理论上的 他按道理啊 下了这么多的 这个这个就推这么大的力度啊 把这个基准利率调高这么多 那么从就是所谓啊 这个这个传统的这种的经济学 来说是什么呢 一个呢 你是肯定要减慢了需求 经济的增长大幅度放缓 甚至呢出现轻微的衰退啊 这种一个情况 然后呢这个公司的各方面 这个价格就会回落 最后呢控制了这个通胀啊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 本来是一个理论的这样一个说法 但是你现在看到呢 是什么呢 经济局部放缓 但是整体没有放缓啊 就业市场依然强劲啊 那么而且呢 这个美国经济增长呢 如果就是它统计是准确的话呢 似乎还是相当高的 以美国的标准是相当的快速 就是比如超过2%啊 一个季度 这是还是一个很健康的 甚至是比较强的 这样一个增长的状态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通胀就产生了问题了 它现在核心通胀 虽然回落 回落到低过4% 但是离开美联储定下目标是2% 距离呢 其实呢 你别就是别说 哎这个3% 跟2%不是差不多吗 实际上这差远了 说句实话 这而且不只是差远了 而是从美联储自己 昨天你看到 它也判断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不可能回到百分之后 大概要2026年 对了 这个我觉得也是 比原来的预期的 可能要长多 要这个 也说呢 如果这样的话呢 通货膨胀的控制 光从我此次大幅度加息的 这个手段 恐怕呢 还是不够 或者说至少呢 他现在也承认呢 是就是啊 就是加息的 因为这个加息 当然你说我继续加息 可是可以啊 但是呢 其实美联储呢 尽管他没说出来 其实很多人分析认为呢 现在联邦基金率 这个水平啊 如果你就略加是可以 但是假设你大幅度的 显著在加啊 现在五厘多 你说六厘多 还不行 我加到七厘以上 如果这样的话 美国金融系统呢 实际上是还会产生一些 副作用啊 这是大家所不愿意看见的 就不光是说 广是一个牵连到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原来的这个控制通胀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现在呢 就是可能呢 是就是比较一个 自圆其说的一个办法呢 就把这个焦点等于呢 是控制通胀那点呢 他也承认 不会那么快 不那么容易啊 我们慢慢来啊 咱们2024不行 或者2025再说啊 这样子啊 这个有点淡化了啊 但是呢 反而呢 是把这个就是 他说现在 你看大家不是挺开心的 美国经济 显然是个软着陆 而且比软着陆还要强 就根本就是 是维持在一个高增长 加息这么大力度之后啊 这就是说 所以他可能呢 有点呢 就把这个 这个淡化另一个 把这个好的这边呢 可能放到自己的前面 所以就像看到 刚才我们在 新闻中也看到的啊 现在他这个目标呢 是由 这个通胀目标 降为了经济软着陆 是他的首要实现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推测 就是说 这就意味着说 稳经济 这个首要目标的 这个重心的 这个一位呢 会让美国 在比如说美国投资的方面 美股 还有就是美国 整个经济环境的风险 有一定的下降 会不会能够吸引到 更多的资金 去流入到美国的市场 我觉得从投资者 近期的反应来看 其实他们是有些 不太安心的 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觉得 一方面的觉得 这个此次的这样的 一个大力度 加息之后的 美国经济或多或少 受到一定的影响 也就是说 你能维持这样的 一种的软着陆的 这个状态呢 可能有一段时间 但是再往下走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呢 还是 就是并不踏实 这么说 另外一个呢 就是也意味着 高利率的环境的 维持的时间呢 将会比原先预期的 要长 而且呢 此次呢 这个巴伯尔也 甚至的也明确说了 一个是 减息什么时候开始 咱们现在先别说 就是我没有这样的 一个意图 短期内 我也不会去 给大家有什么预期啊 什么这样的 一个一种的预测 而且呢 在11月份 下一次啊 这个开会 FOMC的会议呢 还有可能是加息的 这个呢 所以现在市场呢 虽然这个利率齐获 认为呢 即使11月 加息的机会 四分之一厘呢 存在 但是不算是一个主流 不是说机会非常高 不少人呢 现在美国呢 甚至说呢 就是已经是 从此次开始呢 暂停了 结束了这个 这个加息的周期啊 但是实际上呢 这里面还是 所谓留了一条尾巴 嗯 所以像刚才我们 也看到 新闻中说到的 美国它这个 利率期会显示说 市场预计明年7月 才开始 有可能是掉头减性 所以您觉得 在这一段时间啊 在它维持这个 比较高息 还可能有年内 进一步加息的 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之下呢 亚太市场这边 会不会比较 比较会受压 就是这个资金啊 会不会被抽得更严重 一般来说 确实这个呢 因为你 它维持了这样一个 高息的这个状态 比较长时间 甚至不排除 进一步的 加息的可能性的话呢 一般来说是什么呢 美元可能偏强 其他新兴市场的 货币的偏弱 就是相反的 这个对美元 都是偏弱的 有些贬值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呢 也促使呢 这种资金流呢 还是保持维持在 过去这一年多的 这个大的这个状态 有时候美元资产这边呢 可能占比呢 是偏高的 相反流到这个 这个新兴市场这边呢 是偏少的 那么这个呢 再加上现在 很多地缘政治风险 特别是这个 像俄罗斯啊 这个跟乌克兰的 这个事件 一直没有解决 对一直在拖 那么这些呢 我觉得也造成的 就是这种避险 情绪的这种 一个持续的发酵升温 那么这种情况呢 可能呢 就是说这个 有的宁肯呢 比较大的这种热钱啊 还是停在 这个美元资产的身上 那么这个按道理啊 就是也对包括 这个像港股这种的 可能不是特别有利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压力它有一个转接 就是有一部分市场 可能它会比较热闹啊 但另一部分 一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我们看回到本港方面 金管局是维持 基本利率不变的 而且是由于 美国美联储啊 推迟利率不变呢 本港的贴线窗 基本利率啊 维持在5.750 所以说您看到 现在我们本港 现在采取这个状态啊 您觉得说被动 跟随美国的这种吸口 不适应北港 是不是会比较 适应到当前 本港的一个投资形式 未来的这个 在香港这边的这个投资啊 会不会受到更多的影响 或者是说 我们有可能会跟随去调整 也会跟随一个加息 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说这个美国加息了 这么长时间的 其实香港跟随的辅度是不大的 你看到这个香港的 包括它的最优惠的这个利率啊 等等的 那么前一阵子呢 其实在这个按揭贷款方面呢 包括这个汇丰 中英香港等几家发钞银行 主要大的商业银行呢 其实先后的都上调 而且上调幅度的高达的是半厘 这个其实已经呢 对马上你看到的 对这个本港的房地产市场 造成了影响啊 就是雪上加霜的 就本来呢 这个供应也多了 这个需求还是疲弱 那你突然这个银行在这个按揭这个利率 这一条呢 你看到这一下子就更更就是啊 显得特别冷清 而且现在的发展商呢 本来就是小心翼翼的 现在呢恐怕还不是了 有点着急 你看个别的发展商呢 大幅度的降价 特别是所谓货伪的这种情况啊 就是胜卖胜的啊 这是我觉得这个房地产这块呢 在本港呢 这个是可能比较敏感的啊 但是你要说整个的这个金融系统呢 我觉得到目前虽然这个 这个就是热钱持续流出 或者说这个银行体系的结余啊 一直在减少 但是呢 还没到达一个就是大幅度 需要加息的这样一个 一种的一个迫切的一个地步啊 但是确实要密切留意 就是什么呢 美国如果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 那香港呢 肯定基本上不可能再减息 也就是说呢 我们至少要跟着它高利率 或者说我不加也得维持一段 而且呢 我刚才说了一个滞后 也说也不排除呢 美国比如真的暂停了 好几个月也没再就是没再加息 但是香港的这个这个基准利率 还有可能上调 嗯 那我们再看回到您说到的 本港的地产情况啊 当前不管是地产商 还是说这个银行环境都比较担忧 你觉得如果是说美联储在 就像他说的在未来一年之内 它有可能减息的话 那么你觉得香港这个滞后性 会不会还是会影响到 它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状况 持续的疲弱 对我觉得呢 现在呢这个对于香港房地产 这个块呢是比较困难的 我觉得啊 这个呢一个呢 就是说本身的这个行业的周期 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呢实际上是这个 一个是比如落成了 没卖出去的 就是所谓香港人叫货委 货委的单位啊 剩余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正在盖的啊 未来这两年 其实供应量是大幅度的一个上升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挺关注 我觉得这个本港地产界 现在已经开始承认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关之后啊 并没想象中 像以前 再来那么大的需求 没错 这个需求呢 租物的需求有 租物需求呢 就是有的还是 比如短期啊 或者甚至高财通啊 他先临时 他需要一个地方住 但是呢原来呢 想的是比这个要漂亮一些 就是一出来 大家就起码是几百万的 港币要花一个 要买一个单位 甚至有的说豪宅了什么 但这一切呢 其实呢 这个就显然这块的这个需求呢 不是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 这个对于这个本港的这种的 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压力是存在的 嗯 那我们可能还要持续地观察一段时间 另外在这个板块 有部署的朋友呢 也要多一点耐心了 好了 这节时间差不多 那我们先去一节广告 回来我们继续跟白老师来看 今天大事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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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